再加上林先生其實在整個判刑的過程 或是過去的案件裡面 有多次的這樣子的一個累犯的記錄 或者是多次不管是對家人 或是對全女友施暴的狀況 甚至在施暴和解之後 還又找被害人要求退還和解金 這些在法院的筆錄裡面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人 我想對於法院來講 在量情上也應該要作為考量 那我們也呼籲檢察官 如果這樣子的人只要關14天就沒事了 我想對社會上多數的受害者 或是類似案件的這些家暴者來講 都會認為說現在的司法 其實對於受害者的傷害是難以民憑 只會讓加害者更加囂張逍遙法外 那我們也會透過修法 來去做上述類似這樣的狀況 希望能夠遏止類似的暴行不斷的發生 能夠幫助更多的受害者 問一下想問一下 問一下在二指宣判之後呢 您這邊是沒有在任何問題上訴的嗎 因為其實整個案子大概只有三個案件 是妨害秘密、妨害電腦的使用跟傷害罪 三件是可以上訴 那我們也跟律師討論依照訴審法相關的一些規定 上訴之後也難以改變這個量刑的刑度 所以其實也沒有實意 那所以我們才會認為說以現在的法令 確實對於受害者其實幫助有限 也難以去抵平受害者的傷痛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修法 來去保護更多的受害者 然後讓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當然我剛剛也再強調 我整個案件的過程 包括以這個加害人 他過去前科累累 而且受害者不止一人 甚至多數的受害者 其實礙於種種原因 不願意出面或是提出告示 都讓這些加害者更加為所欲為 所以其實在法令上其實有他的局限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有更完善的一些制度 能夠幫助這些受害者勇敢的站出來 好 我覺得以這個加害人過去的種種行為 再加上他的所有行徑來看的話 其實他並沒有毀意 而且到現在其實也沒有讓多數的受害者 有得到任何不管是在有刑或是無刑上的一些道歉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人 其實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何的毀意 那在司法上也難以讓他覺得說 好像有受到該有的懲罰 所以我覺得這是現在其實對於受害者來講 最不能接受的 我聽 в講甚麼 ich Specter 就實oris 不ALD